他带你关心这油价可能涨到50元吗 能源税明年可能就要开征了 而财政部长张慎和宣布 如果说明年连续两季的经济成长率都达到3.5%的话 就要推动能源税 而且还预估如果说开征的第五年以后 这汽油价格每公升就会突破50元 立委担心可能会把好不容易复苏的经济又给打趴了 才说明年台湾经济成U型复苏 能源税就蠢蠢欲动 如果真的也真的在复苏到3.53 那我们就开始来推能源税 GDP经济成长率3.5的时候 你就要改 是不是下半年推大概还蛮适应的 明年经济复苏 民众的荷包还是得看紧了 根据2009年行政院报告推算 未来能源税开征的第五年 汽油每公升能源税以及碳税合计15.75元 以955千汽油每公升34.4元计算 汽油每公升售价就将突破50元 GDP可以上升到3以上 刚才刚要学走路 那你就把它打趴 从这个30块上下冲到50块 我真的认为说我们的经济一定会立刻崩盘 张胜和也直言改革幅度不移太大 另外能源税不会是单独的加税法案 将搭配奢侈税货物税娱乐税 以及印花税等税务一起整并 有些小时的小时的小时的小时 所以我们在这边 最后会变成了一种小时的小时的小时的小时 是约白稳一样的小时的小时的小时